天啊 劉怡辰 天聰你今年科展拿第一名耶 有没有搞错啊 拜托了 我跟你讲 超简单的好不好 这科展呢 对我而言 就一块蛋糕啊 哇 这么厉害 我们高级有类似的科展比赛 我们高级有分15个群科 而且每个群科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两个最近也要参加比赛哦 比赛 什么比赛啊 高级有比赛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的消息也太慢了吧 听说这个比赛已经办了4年了 很多学长姐都超推荐我们去参加的哦 哦 但是科展 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呢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们学校有一门课程叫做专题制作 这个课程就跟这个比赛有相关性哦 我们就是将老师上课所教的 跟我们所学到的 然后融合在一起做出一个实体的成分出来 你看 很酷吧 对啊 我们可是连组员都找好了 最多可以找5位同学 而且为了增强我们的阵容 我们可是找了别班不透科的同学一起参加 我们可是超有细心的哦 蛤 你这样跟学校交的有关哦 那如果我上课程的时候 他想到一个很棒的ID了 那不就不能用了吗 你错了 你错了 我们这个比赛总共分为两组 如果你的作品跟课程有关就要参加专题组 但是像你这种天外飞来一笔的 就要参加创意组啦 但是要记得哦 创意组的组员只能找三位哦 诶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比赛分为专题组还有创意组吗 然后这两个组又各别有15个群科 没错 这样才让我们高职生 各群都能全方位的发展 诶 我记得高职有分 机械 化工 农业 外语 设计 到大概15个吧 到时候比赛不是一定超精彩的吗 那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当然啊 这个比赛可是分为 初赛 复赛跟决赛三个层级 每组都历时三个月到半年的准备 所以每次比到决赛的时候 每一组都可是超强的呢 所以颁奖的时候会安排公开展 来来 让大家看看我们高职生各群的本事哦 天啊 这比赛 好激烈啊 我真的好拜扶你们哦 而且 偷偷告诉你的秘密哦 如果你在这个比赛有得奖的话 你在高三的时候推赦的时候 还可以加分呢 没错 很多学长姐 都是这样念到目标的科技大学呢 这个比赛啊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说明啊 我有个学妹 念高职 我应该把这个好相信 告诉给她才对啊 嘿嘿 我找到咯 诶 来 这是主办单位的王子 你赶快拿去给她吧 诶 记得告诉她哦 比赛的办法跟细则都要看清楚哦 我们这样进在包括了专题跟创意两个部分 那专题部分 因为跟课程相结合 所以她的评分的一个重点 再跟她的作品跟她这个科别所学的一个课程的关联性 那创意部分 最主要是在看看学生她在创意表现的部分 所以不见得跟她的课程不要那么密切的关联 她主要在这里创意出来的东西 她能不能够商品化 她的实用性如何 所以同学如果把握出这两个重点的话 在竞赛里面就有容易比较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